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苏两大阵营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热斗 1950年苏联诞生了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 不断成长的他们成为了四川北约防线的利剑 也成为了国家的秘密武器 独特的战略思想让苏联特种部队是自成一派 他们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战术和装备 随着苏联解体 俄罗斯继承了这宝贵的遗产 动荡过后的俄罗斯能否让这支禁旅 重现昔日荣光成为摆在面前的难题 那么苏联特种部队到底是一支怎样的神秘力量 国力逐渐恢复的俄罗斯能否让特种部队走出三岔口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941年6月22日 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 在德国的陕气战面前 苏联前线部队毫无招降之力 战前苏军防御派曾设想的国土防御模式化为炮点 德军的攻击素质之快使得苏联红军的防御计划完全瘫痪 短短数月大片国土沦陷 而被打蒙了的苏联人 一时间也无法拿出有效方法应对德军的攻势 随着战争逐渐陷入僵局 苏联红军在总参谋部二部监督下 成立了侦察和破坏分队 这些部队受前线指挥官的指挥 情报部门也组建了自己的特种任务分队 苏联侦察兵部队在沦陷区冒死执行任务 他们不断搜集德军情报 并将这些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指挥部中 苏联的战役策划者们手中终于有了第一手情报 这位苏军布置防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 这些侦察部队还不断在敌后骚扰德军 他们破坏德军铁路运输 打击补给车队 对德国军官展开暗杀行动 随着苏联在战争中恢复元气 苏军侦察兵们又开始深入敌后 为主力部队大访工做情报上的提点 在残酷的东线战场上 苏军侦察兵看似星星之火 却有着燎原之力 可我老师一说到这个卫国战争当中苏联侦察兵的表现 可谓是大名鼎鼎 而且是力挽狂澜 据说后来俄罗斯还特意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星星赶死队 那我们想知道这些苏联的侦察兵究竟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我们可得说的宏观一点 就是整个苏联它从建立一开始 它有大量的特种作战行动 从十月革命以后 好几年一直就有 这种行动很多 那么等到了后来和平建设的时候 特种部队作战侦察兵还有什么都被忽视了 结果德国人一打的时候 苏联在战争初期吃这个亏吃的特别大 那么后来它逐渐的在42年在整改 组建了培训学校 组建了游击队 然后有了相应的装备 各种各样的东西 42年 但是看不出来 因为42年的时候 德国人还在进攻 那么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43年44年的时候 它就逐渐的显现出来 这方面特种作战的威力 但是一直在整个战争中 苏联军队自己的侦察兵是一直在活跃的 我们前面说的是敌后的 一直就很差 直到44年才算是有 打了非常漂亮的游击队的这种铁道战 就像我们的百团大战 它44年才打得出来 但是苏军的侦察部队呢 可以说就是属于军队的这一部分 一直在战斗 但是他们管的距离是很短的 他们就是控制不了敌后 很远很远的那种距离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 我们发现苏联侦察兵 在立下汉马功劳的同时 应该说整个二战过程当中 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在战争结束之后 冷战开始的时候 那么各个国家也都在加紧建立自己的特战部队 那么苏联呢 也成立了自己的特战部队 那说到这支特战部队 它究竟有怎样的特点呢 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去了解一下 1949年 苏联成立了第一个独立特种侦察联 苏联的特种部队出具出行 该独立特种侦察联的任务 是在作战时深入敌后 摧毁核武器与核武器发射设施 例如美国的MGMT导弹 MGR-3导弹 1950年10月24日 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下令 要求各大军区 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机械化集团军 逐步建立一支120人规模的特战联 平时由总参情报局格鲁乌管理 战时配属各军区集团军 兵力有5500人 由此拉开了苏联特种部队发展的序幕 格鲁乌的特种部队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1954年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也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克格勃诞生了 贯穿苏联历史的众多特种作战中 都出现了他们的声援 1961年下 苏联国防部在列宁格勒军区 组织了一次特种兵汇报演习 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 在最后一天观摩了特种兵的 侦查 暴扣 散将和战术演练 他对特种部队的建设深感满意 苏军特种部队也从此走入了黄金时代 1974年 苏联克格勃组建了一支国家级反恐力量 名为A小队 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部队 1981年 克格勃又组建了顶峰特种部队 也就是后来的靖浩奇部队 这支部队专门负责苏联的对外反恐作战 他和A小队一样 任何相关信息在苏联时期是绝密 苏联的特种部队随着国家的发展 一步步走向强盛 从最初的小规模单位 逐渐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特种部队 我们看到在冷战开始之后 实际上苏联就建立了自己的特种部队 我们看到这个特种部队 跟刚才说到二战之中的部队 规模比起来应该说大了很多 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续分析的话 实际上这支部队和北约成立的特种部队 应该说无论是在战术的使用 还是人员编制上 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个您怎么看 首先说苏联有个特点 包括俄罗斯人他有个特点 他善于学习 就是他在这个卫国战争初期 是狠狠地吃了德国的这个军事情报局 下属的伯兰登堡团的这个大亏的 所以这个亏苏联人吃了 牢牢地记住 等到50年的时候 朱可夫就他是国防部长 他就下令说 第一我们一定要搞这个这样的特种部队 第二我们要为他研制专门的装备 那么他后来就是开始学到这一招的时候 在战争中来不及的 那么等到战后 他就把这一套全复制了 他也是给每个集团军什么的 也是给了他按照连的规模 但是后来就逐渐地扩大 后来到一个军区就是变成一个旅 就是特种作战旅 那么主要是在敌后破坏 就是渗进敌后去破坏纵身的目标 就是他后来的这一套冷战初期的 一是为了弥补魏国战争的教训 第二一个呢 他的对手有了新式武器 就是核武器 核武器的威力很大 所以核武器要求 就是在战争的初期要优先破坏 那么苏军当时就有规定 特种部队不管你执行的是何等任务 只要你在动身遇到了敌人的核武器 立刻取消当前任务 就一个目的把它干掉 不管伤亡多大也得跟他拼了 就是他这个有了核武器以后 特种部队的这个需求比原来还多了 所以呢 还是应了刚才我们说的一句话 正是由于在二战当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所以苏联这支特种部队 应该说是非常有特色的 而后呢 这一支新兴的力量就在不断的壮大 那么在这之后的一场 特种作战过程当中 应该说一下子就震进了西方世界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 通过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1979年12月24日 阿富汗平凡的一天被战火打破 苏联空降兵突然出现在喀布尔国际机场 突如其来的攻势 瞬间瓦解了守军的抵抗 交火过后 大批苏联飞机降落机场 由此拉开了十年战争的序幕 阿富汗总统哈菲佐拉阿明 得知苏军入侵的消息时候 立即逃到达鲁拉曼宫 也就是为人熟知的阿明宫避难 以为已经逃出升天的阿明 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当日 苏联特种部队 便开始在阿明宫附近化妆侦查 并已经确认了阿明的行踪 阿明宫是一座防卫森严的堡垒 坐落在山岗上 背后就是悬崖 正面只有一条狭窄通道通往外界 山坡布满地雷 还有三辆坦克隐蔽警戒 可谓一手难攻 而阿明更是调集了一个旅 来保护自己 在人数上 只有六百多人的苏联特种部队 处于绝对下斗 12月27日傍晚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苏联特种部队历史上 最著名的作战行动即将打响 行动代号为风暴333 包围阿明宫的苏军特战队员 乔庄打扮成阿富汗军队成员 赫格勃A小队和格鲁乌154分队 组成的混合部队 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战斗开始后 突击部队乘坐9辆装甲车先行 而其余攻击部队则步行向阿明攻出发 苏军装甲车成功压制了阿明的安保力量 特种部队安全抵达目标之后 与安保部队发生激战 仅一个小时 150名守军命丧黄泉 而阿明也死在了苏军特种部队的乱枪之下 阿明攻的一部分也被烧毁 在强攻塔日别克攻的同时 其余苏军特种部队成员 则控制了大量阿富汗政府的关键部门 三个小时之后 苏军宣布对阿富汗政府的控制 在风暴333行动中 苏军特战队员有30人死亡 苏军的特种部队 完成了一次非常经典的特种作战行动 董篇当中提到说 当时苏联的这支特种部队 应该说以闪电般的速度就拿下了阿明攻 那我们如何看待这支特种部队 在这一场战斗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首先说特种部队作战规律 它以闪电般的速度拿下一个城堡 说明它在这之前一年 至少一年天天练这个火 就是这个单位的组建 其实是一个 它是中亚军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旅 下边的一个营 这个营的士兵基本上来自三个中亚民族 它这个长相就是阿富汗人长相 说的那个话也就是阿富汗人的语言 那么有半年时间训练的是什么呢 建筑物防御 就是学的是防守 然后后边三个月时间训练的是 攻击一个大厦 不告诉你攻击的是什么 但是其实就是这个阿明攻 那么这一个营的装备 完全是按照攻击阿明攻的战术来装备的 比如说有两个连是做装甲输送车的 两个连是做步兵战车的 然后还有配处的自行高炮牌 等到打阿明攻的时候 你就看得出来 这个平常训练的装备和所有的用途全用上了 装甲车和这个步兵战车就猛 而不仅如此 那么在后面随着恐怖主义势力的蔓延 那么这支特种部队也走上了反恐战场 那么究竟在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世纪70年代开始 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 慕尼黑惨案的发生给各国都敲响了警钟 一眼望去 几乎所有国家的安防都漏洞百出 情报机构变得愈发重要 而作为特种部队的传统任务 与反恐需求不兼容的情况也日益凸显 此时苏联人急需一支优秀的反恐部队 恐怖主义挑战世界各国 未与筹谋锻造反恐利刃 苏联究竟如何建设自己的反恐特战力量 反恐的这个部门呢 它的上限是各个博 就是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它的用途和这个训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展现暴力美学 装备独树一致 苏联特种部队为何喜欢硬核装备 他们主要是用于这种房间的近战的强行突入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种头盔呢 是配合这个小盾牌使用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纳粹装甲闪击苏联 侦察战士立反狂澜 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苏联要打造自己的特战部队 特种部队作战侦察兵还有什么 这个都都被忽视了 结果德国人一打的时候呢 苏联在战争初期吃这个亏吃的特别大 阿尔法性好奇 你方唱罢我登场 形形色色的特种部队有哪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它是因为历史复杂 这个民族矛盾多 这个内部比较复杂 所以它才需要一个很复杂的体系 吸取经验教训 不怕拿来主意 横空出世的特战司令部 将带领俄罗斯特战兵走向何方 沙场推出 北极熊的特战利刃正在播出 1972年的9月5号 慕尼黑惨案震惊事件 打造一支强力的反恐力量 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机 苏联凭借雄厚国力 迅速完成了部队的建设 1983年 苏联特种部队成功挫败了一起 飞机的劫持事件 向世人展示了苏联特战精锐的实力 而新装备新战术的发展 让特种部队成为了苏联的生理军 但是这一派欣欣向荣的背后 却暗藏着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 苏联由于没有专门的反恐部队 经常造成反恐行动实质的情况出现 即便有克格勃的强大情报作为后盾 在实际行动中依然无法快速地进行人员调动 与此同时 慕尼黑惨案的经验教训同样刺激了苏联人 为预防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演类似悲剧 同时也为应付苏联国内已经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 1974年7月 安德罗波夫下令 在克格勃系统内组建特种小分队 隶属于克格勃七局 直接归苏联总书记和克格勃主席领导 与苏联众多的特种部队不同的是 这支部队将国内反恐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 作战人员全部从军官中挑选 并且在战术和装备上偏向反恐领域 这支反恐分队被定名为A小队 它后来几经变动 成为了我们如今最耳熟能详的俄罗斯巴尔法部队 A小队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反恐机制 发生巨变 反恐部门从此拥有了 独自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苏联情报部门 高层决策部门 基层作战部门 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 这种反恐架构十分灵活高效 一旦紧急情况发生 情报部门可以第一时间将全部信息 递交指挥层 指挥高层迅速做出决断之后 又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反恐部队 而反恐部队在进行现场处置时 又避免了与上层的沟通问题 这让苏联反恐极具效应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除了具备常规的这种特种作战能力之外 其实还具备反恐的能力 但是我们注意到 比如说像A队 它是1974年成立的 那么这恰恰是在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后建立的 我们想知道 它是如何发展这支部队的反恐能力 首先说 它跟我们前面说的特种部队 它不是一回事 苏联那个国家它的各种各样的特种部队很多 但是它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 也不属于同一个领导 前面说的在敌后搞破坏的 就是属于最底下是侦察兵 最上面是特种部队 它是归红军的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管的 它的上级是这条线 是红军的单位 但是反恐的这个部门它的上线是克格勃 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它的用途和训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伙人他们负责反恐的人 他们不用军队那套大纲 你不用学什么开战车那一套 因为苏军特种部队 它是要和散兵战车步兵战车 甚至于坦克什么 他们都要练的 但是这伙人只管收拾恐怖分子 没那么大的重火力 但是要求你练的这个 就是枪法呀 你的反恐的近战技能 就是室内作战技能 要求非常高 还有就是说待命程度非常高 因为这种单位 它必须是这个常备不屑的 恐怖袭击可不是战争 这个就是你对阿民工 你可以算计他一年 但是恐怖袭击他算计你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所以阿尔法小组呢 它是军官组成的 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是军官 不是士兵了已经 素质很高 的确我们说呢 这支部队确实在 世界反恐精英的这个名册当中 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是无论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苏联的特种部队 还是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实际上呢 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是让其他国家 望尘莫及 而他们自己 独具特色的装备 那接下来呢 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去了解一下 他们究竟有哪些装备 80年代以后 提起苏昂造架和不太过关的制造技术 限制了俄罗斯头盔的发展 不过近些年 特种部队们也已经换装了复合材料的头盔 但是依旧保持了使用防弹面罩的传统 说起另一种俄罗斯特色装备 就不得不说VANT VM盾牌了 这种盾牌重24公斤 跟欧美常见的单手盾不同 因为重量太重 所以是用一套挂载系统挂在身上 在盾牌正面 还装上了大功率爆闪灯 这种盾牌 拥有变态的防护能力 甚至能够抵御 突击步枪的近距离扫射 根据不同状况 俄军特种部队 还会选择不同尺寸的盾牌投入作战 可谓是顿不离手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 苏俄特种部队的这种防具 可以说是独树一致 比如说钛合金的头盔 成为了他们的制式装备 与此同时 他们还装备了 戴闪光灯的这种重型盾牌 而这也成为了 他们特种部队的一个标志 我们想知道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种防具 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这两个东西 我在展览会上都见过 图片上也有 但是展览会上见过真的 那东西是挺沉的 就是说作战的时候 说实话 就是凡是总参那个系统 就是在野战的那些单位 是不会选择那么重的头盔的 你背它 你还不如背点弹药呢 他们的装备以轻便为主 甚至于头上就系一个头巾 就是为了伪装 但是内部的系统 就是搞国内安全的这些特种部队 才会用到这么重的头盔 因为他们主要是用于这种 房间的近战的强行突入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种头盔呢 是配合这个小盾牌使用 它一个组的啊 就是进到这个 就是人贴人的程度 第一个人持手枪 或者是小型冲锋枪 配盾牌 加上这个头盔 就是是强攻第一个人 然后剩下的人呢 配的是这个重一点的武器 大概是这么一个用法 但是这种头盔呢 就是有我见过一种 像电焊面罩似的 就只露一个眼睛的那种 就是不怕手枪打的 但是通过这个图片 这些武器装备 我们也看得出来 实际上苏俄这种特种部队 确实是这种 暴力美学的一个极大成者 但是呢除了美之外 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 就是机遇其外 败续其中 那就在我们对这支特种部队 津津乐道的时候 他的自身的发展 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接下来通过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阿明宫突袭作战 虽然已经成功 但是却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特别是在协同作战方面 苏军出现了重大疲漏 抢攻事件屡有发生 这要归咎于苏联庞大的 国土和人口 苏联的国防和情报机构众多 而这些部门 也基本上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由于分工太过明确 作战中一旦发生任务重叠的情况 就会异常混乱 这在阿富汗战争中凸显 这一时期 苏军特种部队经常要在战役发起前 执行前线侦察任务 这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 苏军常规部队手中拥有自己的侦察兵 高层派遣特种部队用作前线侦察 不但是资源浪费 更容易造成指挥效率降低 这些特战部队本应用在反游击战 和敌后破坏当中 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苏联时期 克格勃也好 格鲁乌也罢 自身的组织架构也错综复杂 外英和内英 共同限制了 苏军特种部队的未来发展 20世期80年代 几场失败的特战行动 让北约梳立出联合特战的思路 而苏联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些 便崩塌了 苏联解体之后 俄军继承了苏军的原有体制 克格勃被砍掉 格鲁乌被保留下来 这些国防和情报机构 都进行了拆分重组 而特种部队此刻显得很尴尬 俄军高层在用兵上 没有清晰的思路 这导致很多时候 精锐的特种部队 便成为了普通的侦察兵 由于军费出现问题 很多特战训练被迫陷入停滞 俄军特种作战力量 陷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我们注意到一直以来 实际上苏联的特种部队 和苏联的情报机构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不论是解体之前的苏联 还是解体之后的俄罗斯 我们注意到 他们的内部 可以说是机构众多 而且关系非常的错综复杂 那么科夫老师 我们如何解读这种关系呢 俄罗斯它是一个从莫斯科公国 扩张出去的 就700公里一圈 是喀山 基辅 白俄罗斯的首府 明斯克 这是第一圈 然后再往东扩张扩张 新扩张的地方 都是不同的民族 它的民族很多 它有100多个民族 那么这样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的民族矛盾 错综复杂 它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力的 这个内部的控制的机构 就是名字不一样 但是一直必须有 这是它的历史形成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也不是一个 某一个民族占主体的 相反 它的那个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少年民族 语言文字 包括历史 这毛统传统很多 所以它的特种部队呢 就可以分得很清楚了 你看第一呢 这个红军系统的 就是这个负责 就是红军情报总局下属的 这个是军队的特种部队 这是一支 然后呢 这个从负责安全的 原来是柯格勃 后来呢 有了这个内务部队了 这个是一支 那么内务的 这一头安全的 又得分成什么呢 比如说管边防的 戴那个绿圈帽 就是帽圈是深绿色的 那是边防军 然后呢 戴红色被雷帽的呢 是内务部队的特种部队 对外的 比如对外的 就是柯格勃 柯格勃原来 它有这个就是 对外情报局嘛 那么它有自己的特种部队 负责搞一些个这个境外的破坏活动的 它也有 然后呢 反恐的有一支 那么它有庞大的核电站体系 原来负责保护核电站的 还有一支专门的特种部队 就是别的国家 你要没有那么强大的核电体系 你也不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它是因为历史复杂 这个民族矛盾多 这个内部比较复杂 所以它才需要一个很复杂的体系 但是它的体系呢 就是特点是什么呢 各干各的事 就是它对付的这个分工 它是分工体系 就是对付的目标不一样 训练也不一样 不是一本大纲 但是你要从民意上说 都叫特种部队 就是是个概况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这种盘跟错节的 这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确实让当时的这个特种部队的管理 陷入了一个困境 而且后来随着国力的衰退 可以说这种问题是雪上加霜 那么究竟俄罗斯的高层 能否开出一剂好药 制止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世纪末 苏联的解体 并没有带走军队的顽疾 一系列问题摆在新领导人面前 过于臃肿的部门机构 难以相互协作 大量的退役军人 造成的社会矛盾 入不复出的军费开支 勉强维持国防 这一个个难题 成为了阻碍俄罗斯军事力量 发展的绊脚石 而特种作战部队 也受到了严重牵连 壮士断腕谋发展 一波三折改革难 俄军特战改革计划 将面临哪些困境 本来这些部队 是画龙点睛用的 但是由于正规军废柴了 摩托化步兵不顶事 只好让他们去打先锋 特战精锐采购外国装备 独特训练体现彪悍作风 特种作战的拿来主意 究竟是好是坏 作为这个什么大规模装备 最好还是自己研制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原则性的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纳粹装甲闪击苏联 侦察战士力量狂澜 什么样的原因 使得苏联要打造自己的特战部队 特种部队作战侦察兵还有什么 这个都被忽视了 结果德国人一打的时候呢 苏联在战争初期吃这个亏吃的特别大 阿尔法性好奇 你方唱罢我登场 形形色色的特种部队 有哪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它是因为历史复杂 这个民族矛盾多 这个内部比较复杂 所以它才需要一个很复杂的体系 吸取经验教训 不怕拿来主意 横空出世的特战司令部 将带领俄罗斯特战兵走向何方 沙场推出 北极熊的特战利刃正在播出 迈入新世纪 俄罗斯的国力不断的恢复 俄军痛定思痛 终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而阵痛之后 迷茫的俄军特种部队 终于是得到了汇报 作战实力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 新装备 新思想也不断涌现出来 21世纪的俄罗斯将拥有怎样的组织构架 新成立的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 能否带领俄军特种部队 起身世界的前列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世纪90年代 世界格局和反恐局势都发生了巨变 俄罗斯决心对手中的特种部队进行改组 首当其冲的便是原克格勃旗下的部队 克格勃的继任者俄联邦安全局 此时便成立特战中心 与此同时 阿尔法部队被改编为A部门 信号级部队被改编为B部门 这两支安全局下属的最强力量 开始专门负责处置 全国范围内的重大突发事件 在这一时期 俄罗斯内务部也着手缩边 一些地区特种部队被裁撤 这让俄内务部能够集中手中资源 在俄罗斯特种部队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 作为其力量源泉的俄罗斯常规部队 却显得有些呆板迟缓 俄军重建特种部队的想法 来自于第一任国防部长 帕维尔·格拉乔夫大将 在其任期内 俄军萌生了改革的想法 可是好景不长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后 俄军常规部队在前线损失惨重 在这个结果眼上 后方搞特战改革的想法 被暂时搁置 随着战争的胜利 俄军终于腾出手来 此时又提上日程 并且有了改革的2.0版本 俄罗斯特战司令部 特为新的指挥机构 有望横空出世 但是这一计划随着俄阁冲突 又被打入了小黑屋 一直等到了2012年 才再次被人提起 时任俄军总参谋长的 尼古拉·马卡罗夫大将 在当年提出建立新型特种部队 以及俄罗斯特战司令部的想法 不过话音未落 俄总参谋部和格鲁乌 又因为指挥权的问题 发生争执 改革计划再次流产 2013年3月6日 经过一波三折 改革计划终于有了转机 新任总参谋部长 瓦西·格拉·西莫夫大将 在莫斯科宣布 俄军将建立新的特种作战部队 并成立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 该部门归国防部官 俄罗斯总参谋部拥有指挥权 沸沸扬扬的俄军特战改革 终于陈埃洛 我们看到随着近些年来 俄罗斯国力的不断提升 那么俄罗斯成立了一个特种作战 司令部去管理这支特种部队 我们想知道这种做法究竟是 这个病急乱投一 还是真的经过了深思熟利之后 采取的一个措施 当然这个也是对的 为什么说是对的呢 首先从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面对的是内乱 当时没有什么外敌 它面临的是内乱 尤其是车臣战争 打了两回 第一仗打得稀里哗啦的 就撤回来了 第二仗普京上来再打车臣 那么两打车臣 其实它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正规军都不太灵光 各个单位去了很吃亏 就堵在街上被人打死 然后还手就找不着对手 就是原来苏军那套条令 根本不适合在车臣作战 完全没受过这方面训练 所以这个时候呢 车臣战争就逼得苏军呢 把特种部队和精锐部队 当作这个矛头使用 本来这些部队呀 是画龙点睛用的 但是由于正规军废柴了 只好让他们去打先锋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当时发现 就是海军陆战队好用 这帮兵真是好小伙子 空降兵管用 这个空降兵 因为素质高 他会跳伞 他那个身体素质好啊 而且他那个敌后作战 他那个心理素质也好 所以这些单位去了就能打 打哪就能打上去 再就是特种部队 能干这个事 就是吓家伙的 所以呢 车臣战争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 普京后来就把好多正规军都裁了 反正养着也没什么用 但是呢 特种部队的钱 包括空降兵的钱呢 包括陆战队的钱 那个是不能少的 所以他有特种部队 司令部啊 他有专门的学校来发展这些人 还有就是以后的作战使用 很有可能就是特种部队当主角 负责打 其他的部队呢 比如说你在边上 我给他围一下 这个就是负责像赶鸟一样 比如说过去行列 有好多人去赶鸟 真正进去射的人很少 对吧 就是他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反恐作战 特种作战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新的理解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改变 通过这儿呢 我们就发现 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改革 应该说颇有壮士 断腕般的魄力 而且他们这种寻求突破的勇气 也是非常让人佩服的 不仅如此 刚才我们提到了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呢 装备是他们的一大特色 那么在经过改革之后 他们在装备的选购方面 应该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通过短片我们去看一下 俄罗斯军队极其看重使用国产装备 作为俄罗斯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也不例外 但是在新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俄军为了满足其作战需求 在装备采购上开了后门 一些部队需要某样装备 但是在国内找不到替代品 可以直接采购 而允许进口的不单单是装具服装 甚至是一些轻重火器 例如进口了奥地利的格洛克手枪 德国的MP5冲锋枪 英国的AWM狙击步枪 美国的全地形理彩作战服 模块化头盔 顶尖的夜视仪和描具等等武器装备 一时间可谓汇集万国尖端科技 而俄军的装备供用商也吸取外军部队的装备优点 将其运用到本土装备装具的研发中 实战中的俄罗斯特种部队也有了不一样的形象 他们拿着装着外国描具的国产枪 混搭着迷彩作战服 头戴着不同的头盔 手持防弹盾牌 对他们来说 只要能完成任务 用哪拨装备并不重要 在训练方面 俄罗斯特种部队也更加重视高科技装备的运用 越来越多的观瞄监测装备投入到实战中 而即便拥有尖端设备 俄罗斯特种部队仍不改往日彪悍的过方 在训练中甚至引入信任射击科目 射击训练时 一名队员要在靶场中游走 其余队员要避免误伤队友 并抓住空档射击靶标 新时代的俄军可谓是暴力与科技的共和体 我们看到改革之后 实际上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装备 以及战术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给我们的感觉是更加趋近于 西方特种部队的一些战术和装备了 有点拿来主义的感觉 那您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 究竟是利还是弊 当然特种部队的用量比较少 除了自己造 引进一些也可以 并不是说就不行 但是作为这个什么 大规模装备最好还是自己研制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那么具体到说具体武器 有的时候这有些东西它是一个个性 我们不能把它隐身成一个广义的 比如说你说拿来主义这个事 某些枪它确实可以拿来主义 但并不是说主要的装备是可以拿来的 比如说这葛洛克17 苏联造手枪一直不太灵光 这个事也怪了 别看它很多长枪 阿卡枪造的出名 手枪一直不太灵光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苏联军用手枪一直威力不大 那么你作为军官来说 你带个小手枪 减轻点这个重量 就是是个摆设 但是特种部队不一样 特种部队它手枪是干活的 所以苏联时期的特种部队呢 很多用的是捷克的CC75 但是呢这个CC75呢 稍微重一点 因为它是全缸的嘛 如果特种部队能减重的话呢 也是确实换格洛克是有可能的 因为减重这个事 你背一个包出去 每一件装备减一点 那累积起来就不得了 所以从这个一项说 我觉得啊 格洛克17是个好枪 但绝对是个案 不能推而广之 说咱所有武器咱都买 拿来主义 那样绝对不行 但是从这一点上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俄罗斯的这次改革 确实是着有成效的 而且也让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是迎来了春天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随着后来国际形势 不断的复杂 以及恐怖主义的猖獗 那么俄罗斯的这把利刃 应该说再次创造了奇迹 那么再次发生了什么 通过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2016年4月14日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 和内务部 在达基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首都 马哈齐卡拉父亲村庄 发起了一次联合防恐特别行动 击毙三名恐怖分子 其中包括团伙头目 卡密尔·莫罕莫多夫 该团伙今年多次对 执法人员和武装部队发起袭击 其中包括3月 袭击俄内务部车队 造成多人伤亡 FSB特种部队发起进攻 作战过程中 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 整场行动 俄罗斯特种部队 不仅动用了未来感十足的战车 在作战中 狙击手 突击手 爆破部队的配合 炉火春情 这场防恐行动 是改革之后的俄军 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作战 新式装备 新式战法 让人眼前一亮 俄军出动了多款装甲战车 参与战斗 特种部队 在战车的掩护下 对恐怖分子躲藏的建筑 进行猛烈射击 在疏散了周围群众后 俄军特种部队拿出了 尖扛式火箭筒 攻击恐怖分子 随着一声声爆炸 俄军手持盾牌突入 一举消灭了敌人 从2016年至今 俄罗斯特种部队 不断在国内国外执行任务 高频次的出动 一方面说明 俄罗斯特种部队 是俄军可以依靠的利刃 也同时说明了 俄军的特战改革 卓有成效 如今的俄军特种部队 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战场 以及不断变换的国际局势 近两年 俄军特战部队的种种战绩 可谓一扫昔日失败的阴霾 俄罗斯特种部队 已经重返世界第一体队 那么通过短片 我们看得出来 经过改革之后 可以说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是涅槃重生 出色地完成了很多任务 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了 整个俄罗斯特种力量的发展 我们想知道 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于俄罗斯目前的特种力量 包括未来俄罗斯 整个军事力量的发展 究竟怎样的意义 国内它有很多历史性的矛盾 比如说高加索地区 高加索地区是沙俄政府来的 当时打的时候也很惨 可是高加索那个地方 它是个山轴 就是那个地轴很多 所以很多很多的历史上的 能争善战的那些 帝国的残余的那小民族 都藏在里边 这伙人特别善战 而且地形又好 就跟阿富汗一样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这么一块地方 那你就必须得是 要长期这么戒备着 所以它既然有这样的历史的问题 就是关于它的 比如说负责内卫的 负责反恐的特种部队 一定得加强 这你是不能削弱的 因为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短期能处理掉的 那么在这个军队中的特种作战呢 其实也是需要加强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化建设也好 未来的智能武器也好 它其实是武器越先进 它赋予这种小分队能力越来越强 就是这一点也是需要这么发展的 随着俄军特战改革的不断深化 特种部队的作战实力 呈现了阶梯式的上升 但是对于整个俄军来说 未来的形势还充满变数 俄罗斯目前的国力恢复 主要还是依托资源出口 而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恢复 直接关系到俄军未来的成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